有两位亚裔大学生创立的CBK Foundation 致力于提高青少年儿童对文化差异和文化多样性的认识 提高文化的敏感度 他们希望教会下一代如何了解和拥抱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观点 从而消除刻板印象和偏见 创始人Shela Ling和Bella King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发现 K12课程中几乎没有提到过亚裔美国人的历史 也缺乏对亚裔以及其他有色人种的代表 他们希望通过给孩子们阅读文化书籍 以及开展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促进孩子们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 所以,在我们的经验经济内容 CBK Foundation努力于社会认为文化差异的认识 和年轻人通过文化的文化作品 读书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在女儿教育和教育上的中心 开始从年轻时,我们的团队已经经历了 教育和知识,在我们自己的年轻时和超级 这最终就是分离我们社会的社会 我们希望教育上的年轻人 CBK Foundation已经与三家出版商建立了合作关系,为三个本地图书馆和许多日拖中心提供书籍。 他们还开展了Muse on Wheels项目,与当地的餐馆合作,为社区中有困难的家庭送取食物。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周一新,洛杉矶报道。